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的荣荣善良而弱小 尚不知人心险恶更不懂事实无常 尽管他们最终被一个长相丑陋的小道士所救 但那个人的心脏却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只留下了个人妖和平共处的社会主义愿望 那一役后 红红因狐妖至情而妖力大增 而荣荣也因此更为认真地同崔玉玲学习法术 并拿起了算盘逐渐分关起了图山的财政大权 大约距禁五百五十年前 一名换作东方月初的小骚包冲入图山 在哄后晚败追杀她的那三只菜鸡后 只见荣荣活了过手中的算盘 计算了他们的过渡费用 介绍了图山的特色业务 虽然给人一种此路使我开 此处使我栽的不和谐之感 但显然 这时的她早已不是从前 那个只会哭泣的小孩子了 一个图山小总管的形象已略有显露 半年后 金面火山来袭 东方月初当着众人的面 惊爆了自己的身份 当芽芽还在纳闷 这会是不是脑子有坑时 荣荣却早已看透那孩子将尽命 托付于红红的勇气和魄力 为拯救图山 东方月初选择让红红的手穿过自己的胸膛 这一幕是多么的似曾相识 不同的是 这一次小道士死的时候 荣荣只会啜气 只有无力 而这一次 她却已然用治疗术为小月初 进行了暂时的抑制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再弱小 接下来 图山获救 全座第一渣男金面火神败走 又是荣老板为红红红写好的剧本 将已死的玉面风君 一融成东方月初的模样 让全天下一位这个人不复存在 东方灵雪也从此消失于江湖 听管此时的荣荣依然年幼 但俨然已经成为图山的智商担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由于反派大佬玻璃海台 一直各种搞事情 使得已分别是盗蒙和妖蒙蒙主的 东方月初和图山哄哄 不得不决一死战 并最终以东方月初的牺牲 和图山哄哄的半残少女退化 换来了真相的大百余天下 随后转世去远启动 时间一晃便是五百年 小宠和苏苏在一声声道士哥哥的麦蒙声中 带着白月初便登了场 君娘图狗片中 容老板在海水中加入了狐妖独门的九转玄音水 帮助范云飞迅速灭火 王权富贵片中 容老板只身前往依稀道蒙王家 调回了白月初的所有权 后来又易容成怒人家 帮助青铜恢复王富贵的前世记忆 怨红片中 哑哑中伤哄哄暴走 当所有人都以为涂山遭遇重大危机时 不曾想这一切又都是容容的剧本 让观众们深感 自己走过的最长的路 恰恰就是容老板的套路 鲁迅先生口中的夺志而进妖 大体应该也不过如此吧 不过如果你们以为容容只是精于谋略 那便大错特错了 运筹帷幄其实只是外在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她能对任何事情都追本溯源 以一夜而至天下秋 还记得东方月初 积极表白失败后的一年 容老板所说的那句话吗 或许那个人本身根本不适合姐姐 但是那个人恰好停在了 最能感动姐姐的时间 她的停下 换来的是在姐姐心中不断美化 直到完美 尽管只是短短的两句 也只道出了多少少男少女的苦情和惆怅 那些停留在过去的人和事 随着时间的沉淀 坏的糟的都已模糊不清了 剩下的仅都是些美好的东西 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总是指向性地回忆起过去感情的种种美好和甜蜜 而选择性地过滤掉了 那些因为自己曾经的无知而带来的互相伤害 然而如果只是单纯地 给容老板贴上腹黑多质的标签 怕不是太看清她了 在她那般冷静如水的头脑之外 还拥有一颗温暖善良的内心 和芽芽那种非典型性解控不同 她关心小妹 重视徒弟 在芽芽始终不能接受 自己崇拜的姐姐就是眼前的那个蠢货时 是容容不惜与其顶撞 也要将原本属于苏苏的天书物归原主 而对于严如玉 容容则是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按部就班 她深知严如玉希望得到什么 于是将自己独有的易容术和汪月掌倾囊相授 不过在严如玉自以为学成而匆忙下山时 她却并未阻拦 在她不安逝世而恶贯满盈时 她也并未干涉 或许这样的方向 让人觉得有些许的不负责任 但是她深知自己的徒弟心性善良 有些事与其苦口婆心好言相劝 倒不如让她去切身感受 放得真知 只可惜 黑虎的出现 或许是容容从未了到的 以至于一直以来 她都怀抱着对弟子的愧疚 所以才会让白七七 好好处理她和绿坚文的转世许愿 才会早在三百年前 便着手催炼 那埋藏于深海峡谷无光之地中的 万年黑石 好让自己心爱的弟子 不再饱受月光现行之苦 身为事犯 为人师表 桃树留丹 礼树之惨 毫无疑问的 容老板是一个优秀的师父 她除了会将自己毕生所学兽于弟子之外 更会为弟子厘经前进的方向 吃点人生的困惑 她赤诚无私 不计回报 她坚韧真知 与最小处 与人最大的感动 不可否认 容老板或许不是三姐妹中硬实力最强的 至少时至今日 她脸上的腰纹还依然可见 至少她在发动群体攻击时 甚至还要从九尾妖狐那里借点查克拉 至少她和两位姐姐相比 千百年来她的身材几乎毫无变化 又倒是狐妖之力 情之所致 力之所生 或许也只有如容老板这般 看透时间一切纷繁 心若明镜成澈者 才最能胜任红线先一致 毕竟她总能在谈笑间便盘算好一切 总能在错综复杂中 愁思剥茧 素本求远 让每一个序言者都能满怀期待而来 拥抱幸福而走 总是腹黑 却给人无可言说的亲近 总是多智 却无时无刻不透露出善良 然而必须要说的是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如此般 智慧而温暖的容老板 在遥远的过去 却也只不过是个 什么也做不到的小妖精罢了 欲待王冠 必成其重 人们往往惊叹于那些 所谓的强者在人前的强大 却又常常忽视了他们 经历过怎样的磨难 反悠过怎样的河山 尽管原作中 对容老板的成长过程 仿佛一笔带过 但我就是愿意这样去解读 这样去相信 毕竟还是那句 从没有无缘无故的弱小 也没有毫无来由的强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